由於朝野沒有共識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地法院 這個會期要完成審查 恐怕沒有這麼順利的 今天有多個公民團體頂著寒風 走上凱道 民間團體拿著標語 高呼口號 他們痛批政府事前不問民意 事後又不夠透明 他們要求政府重啟談判 訂出服貿衝擊 和受害救濟的機制 絕對不讓服務貿易協議強行闖關 犧牲人民的權益